国庆921地震20周年蜕变再生系列活动 今天在福归村生活重建协会前广场 举办有爱社府的活动 由国庆乡各社区来进行这20年来社区推展的成果展现 以及各社区长辈的表演 希望让社会大众看到这20年来 国庆乡社区福利发展的成长 我们国庆乡它整个长照的步点 在整个南投县来讲 它是最广的 而且也是效果来讲做得最好的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生活重建协会 也要感谢我们的邱乡长 更要感谢的是中央政府 这个长照2.0的政策 真的照顾了我们社区里面 许许多多的长辈们 今天看到他们在上面表演 这么样的开心 我们也会觉得说 老人的健康就是我们后代的幸福 所以在这里要祝福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圆满顺利成功 县议员林方宇表示 921的伤痛是让人永远无法忘怀 这20年来我们也看到国庆乡客家应景的精神 将整个产业文化教育以及社区福利 持续不断再精进以及提升 今天看到他们展现出这么优秀的成果 也是显现出国庆乡民 其心努力所营造出的结果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20年 但是在大家的记忆当中就好像前几日的事情一样 我相信尤其是在国庆地区 九分二三可以说是一个爆发点 对他们的双痛更是刻骨铭心的 但是在这段期间 由于地方政府以及他们自立自强 可以说是浴火重生 让他们能够更加的坚强 尤其国庆乡可以说是 我们客家族群一个聚落的一个地方 客家人人的精神 我相信这对他们来讲是打不败的 副议长潘一泉 肯定国庆乡各社区在地震后20年来 积极发展社区关怀社区有碍的福利政策 让长辈们每天都能够在社区内健康老化 开心度过每一天 记者陈伟一国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不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